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拍节目说头顶天 脚顶着地 上下没空间都给站满了 本来脸就大 还在屏幕上站满了 我得把屏幕给挤爆了 原来就开过这玩笑 其实本来想着4月中旬就出去拍了 结果今天我看天气预报还爆 今天又星期五了 时间过得快 天气预报发警告 周末将要有冰冻 冰雨啊冰冻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零下七八度还是八九度 但是它又要下雨 冰冻我经历过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整个城市全都给 整个城市冻的都是就像那个水晶城似的 那种冷呢是非常瘆人的 那种冷我记得原来在北海滑冰的时候我遇到过 北海滑冰的时候 当时呢 就像化雪下雪了 又化雪 在化雪的过程中又冻上了 你知道那种冷它就讲 就觉得周围一切都是冰 然后就要把身体里面 以身体中心为中心的那点热量 周围的一切都在吸收那种热量 是那么个冷 那个冷 那个冷就从心里往外渗 特别是脚底 脚下无鞋穷半截嘛 如果脚底没有合适的棉鞋的话 那个很难受的 很难受的 那今年天气呢 反正四月份到现在 我看包括各大电视台 在报道有关天气的时候 大家都无可奈何 那电视台有关天气预报的部分呢 是比较主要 比较主要的 因为它是民生嘛 所以大的电视台请的都是专家 都是七项专家 那这些专家们他也是无可奈何 他没见过这种四月份 四月份还不到半个 到月底 到这个周末才是半个月了 对吧 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周末是冰冻的 怎么说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那话 2018年想大家会能够体会到一种内在的生命的氛围呢 我个人觉得最终将被撞击的是这部分 天王盖地虎 小金盾蘑菇 这从来我没想过 我一开始在推特上看到的 天王盖地虎 小金盾蘑菇 天王盖地虎 那是智绝武山 那个智绝天王盖地虎 宝马正和妖 这个咱说 小时候没别的看 就看这个天王盖地虎了 脸为什么有黄了 防冷涂的了 那是那么来的 对吧 那是那么来的 后来坐山雕跟这个杨子荣之间对话 那我确实没想到是 内涵段子里段友们之间的暗语 那段友们之间的暗语呢 通常说他不参与政治 结果这回把他们推到前头了 那这回把他们推到前头 而我看各自评价不一了 那昨天有一期节目我们谈到这问题 那有朋友提到说 他说 涛哥 其实我从来不会让我孩子去看这东西的 因为那都是90后 00后人做的 那就是年轻的 他讲原因就里面很低俗 很俗邪的 邪俗的 邪音的东西 淫荡的淫荡 充实着整个里面 我个人也不否认 我不认为他会就是里面说干净 我不这么认为 那我也承认在现实环境中 那个东西会绝对存在的 那个东西在今天 中国的社会中 那是主流 它主流的原因就是生命的认识基础 真的 主流的原因是生命认识的基础 大家听我节目就是 反正最近这半年多了 就是乃期节目都得提到无神论跟进化论 和这个 站在无神论的 进化论的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眼睛里基本就是魔鬼来 就是阴邪的 就是 他就是阴邪淫荡 因为那是变成了他的生命基础 人呢 你无论你怎么样 你一定会落在你生命认识上 你的观点会落在你生命认识上 就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讲 我学过系统论 不开玩笑 那是三十多年前学的 刚刚开始有系统论 就是国内改革开放 恢复高考 刚刚开始探讨系统论的时候 就是这个 那我在大学学过生物 就是地球上生物界的食物链 杂食动物就是人了 人是杂食动物 你看那狮子老虎厉害吧 它是肉食动物 你看那个兔子它惹不起吧 它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对吧 就是有肉食动物 那牛个大 但是它食草的 就是它在讲食物链的概念 其实在谈到食物链的概念里面 包含着系统论的概念 包含 你看 结果人 你看他这个手部怎么样 他这脑子上好使 他想尽办法把那肉食类动物都给吃了 砸食类动物 后来那时候上学开玩笑说 感情最凶猛的动物就是人 那个时候大家开玩笑这么说过 如果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 你也知道 事情本身呢 你认识的基础在哪 我们唾弃 跟大家点到就是 这个无神论跟进化论的 它的伤害性 是在人的具体对生命认识的基础上 直接导致了你今天 六七岁的时候 你是那么被灌输的 当你到了二十六七岁 十八九岁的时候 你的生命的基础 全都停留在自己这块肉上 那当你停留在这块肉上 十七八岁 八九岁 十八九岁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男孩女孩都长到这岁数的时候 那女孩他就是要诱惑才满足 男孩就是要去往上冲 他才满足 他变成了一种生命自然反应 生命自然反应 在这点没跟你说 就成驴了 他没有什么对错 就成驴了 他真正的邪恶就是在生命基础上 那中国的正常的学校 原来正常的 古熟留下来的 你比如说郭全 郭全是高之胜时期 高之胜 胡家 陈光诚 那这些人前后的时候 后来郭全出来的 郭全应该是南京的 那郭全大概被判了十八年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当时比较早推崇的国学 包括他穿那些长衫 是这个概念 其实我个人曾经能够学到的 师父教导的 当初那个古熟那个孩子 读私书 读学 上学 都是打坐静心调息 从小时候上学 人要打坐的话 我们就叫童子宫了 东营 日本 说那个时候是谁呀 三千童男 三千童女 然后去找这个灵丹妙药 对吧 其实他为什么找童男童女 你说为什么找童男童女 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传说中 有些练功夫的 童子宫 他讲究练童子宫 身子没破掉 身子没破掉 你看真正练东西的谁戴戒指 很少 我个人连手表从来不戴手表 从来不戴手表 就是身体之外的任何东西 不去跟身体接触的 这儿扎耳朵眼 那儿弄的 鸡毛蒜尖的都在上 那东西你就跟着那儿走了 他其实是讲身体的本身 都要保持一个最自然的循环 最自然的循环 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童男童女他身体没破 其实他在可能跟人家道家里面讲述的 他身体没破的时候自然就是一个循环 那对男孩同样叫身体没破 同样是这么说的 所以他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与天地同在 天地人同在 那精气神一动 他就这个人的身体 就跟童子宫是一个完全 跟童子的概念完全是本质上的区别 现在不是了 我刚才看一个视频 他就是视频 广东男孩13岁 女孩15岁结婚办婚礼呢 为什么呢 女孩怀孕了 那你说谁的罪过 我跟你讲真的是共产党罪过 有朋友说那还有同享习呢 是没错没关系 那媳妇还有卖的呢 你媳妇那卖不卖啊 就是有些人说话吧 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你就这么反着 往他脑上一放 他就明白了 你不给他放脑上 他就不明白 他就不明白 所以他的问题 在我眼睛里 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出在一个 所以在我们国内受教育的过程中 中共的体制最邪恶的就是 这么讲吧 他把学校当成就像宗教的教堂一样 然后他把所有的国人在接受教育中 当成被灌输 以邪教的方式被灌输生命的理念 生命的理念就是无神论 当人们被灌输成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时候 人们的生命基础就自然会落在了自己的身体的肉身的欲望上 而这东西呢 孩子在长成的过程中呢 身体他就自然有反应 可是原来的古书呢 读书呢 他不是老师私塾也好啊 这两千年被很多人称为叫封建社会 我觉得你别沿用共产党那个词 很多反共的人沿用共产党的词 傻瓜似的 就是觉得自己挺聪明反共的 其实你是傻瓜 真的我不开玩笑 你就是傻瓜 他那是人的社会 今天共产党是鬼的社会 是肉欲的社会 我说他人的社会就是 他在孩子们在生长的过程中 他在认识自己灵魂呢 他认识自己双面的身体 就是他既认识有手心了 也认识手背了 他既能认识自己的肉体 又能去适逐理解自己的灵魂 学校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 这叫人性 这就叫人性 给你个完整的人 难道不叫人性吗 今天在中国社会被教育就是魔鬼 你今天反共的 有些人用共产党的思想反共的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助纣为虐的 是同样的 因为你的生命基础完全落在欲望上 当你落在无神论 进化论的时候 你就落在欲望上 当你都落在欲望上的时候 你看你的孩子 他怎么来的 你问你自个儿 对吧 我说他怎么来的 你问你自个儿的意思 就是说 打野神的保不起来 这是整体社会被摧毁 这是我跟大家说 社会整个被摧毁了 中国社会的共产党最邪恶的地方 就在这里 所以内涵段子 它里面出现了很多这种东西 这是一种自然的表现 但它的摧毁 它的摧毁只是摧毁了 人的这一面对自己灵魂的认知 但并不代表自己的灵魂不存在 所以出现了相当顶撞的 相当怎么说呢 相当令人混淆 但善良 人的良知尚存的那种 外在那种实在的表现 这是我以为在今天社会中 在推特上在哪儿 其实都显现出这一面 都显现出这一面 在人间 据说这是现在流行的一首歌 在人间呢 是这个内涵段子里 在这一次的搏击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最新的故事 这是一首歌 在人间被共产党封杀了 这个话很有趣 共产党封杀在人间 那就是与人作对了 对吧 那就是与人作对了 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 你看着民间不起眼的东西 其实它在阐述最大的生 生命道理 看得见手心看不见手背 看见手背看不见手心 这就是一个相互否定的过程 而这相互否定的过程 你强调任何一方 都是在现实生活 人的层面的一个缺失 但是呢 它的存在呢 整体手的存在 就是这么相互对应而存在的 没错吧 这是一个巨大的道理 巨大的道理 咫尺天涯 眼皮跟眼睛咫尺天涯 他们俩挨着呢 眼睛看不见眼皮 对不对 眼见为实 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脸 你连脸都看不着 你怎么叫眼见为实呢 这是一个生命巨大的道理 而眼见为实是今天 现实利益中的科学中的人 是巨大的道理 它的邪恶性就在于眼见为实 因为他连脸都看不着 连自己的脸都看不着 他当眼见为实说出来的时候 一个懂得生命的道理的时候 不用太懂得 一个孩子就知道 妈 我们怎么看不着我脸呢 他就是生命的局限了 在生命的局限中 人们却没有能力认识 为什么 以我为中心才会眼见为实 没错吧 以我为中心 你一定是眼见为实 你丢掉的是什么呢 自己的脸 我觉得这话讲得很很到位的 而中共邪恶的成分就在于 人们去去 他去摧毁掉一个自然的人 对自我的反制 自然的人对自我的反制 才出现今天的场面 那那寒段子 他当他拿出在人间 而被共产党封杀了 共产党自己承认 中国社会不是人间 中国社会 共产党不接受在人间 共产党不接受在人间 他自己承认是魔鬼了 我说的意思 看起来是一首歌 他在隐喻着一个时代 他隐喻着一个时代 我一直强调 如果时间是个神 不超前不停后不滞后不停止 任何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 他都是个时间点 包括习近平自己修宪走到现在 他是一个时间点 不一定他做什么 不一定他一定就是对 不一定他最终说 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伟业 不一定的 但他今天走到这儿是个时间点 当他今天拿着举着手 向宪法宣誓的时候 那是一个时间点 生命的时间点 整个地球整个中国人走到这个点上 这个点碰到了日 碰到了这个雪月 他这个点碰到了今天 2014年2018年奇怪的四月份 我跟他其实我节目里强调的是这个 早晨在这个 早晨在这个 ABC的早间新闻里 他登了一个短消息 是一个采访的 一个小孩六五四五岁吧 他是色盲 那我就不知道他看的什么都是什么颜色了 就说他应该没看不见颜色 但是他很奇怪 他知道是什么 他知道颜色应该什么样 所以这个他里头没有解释 那小孩的母亲呢 他为小孩特制了一个眼镜 应该看那个场面 他拍的是视频吧 母亲给他特制的眼镜取出来 在停车场就给这个孩子 孩子手里拿一个小塑料盒 应该是装着他玩具 所以当他戴上眼镜之后 这孩子还没带反应 戴上眼镜之后 他就看他妈 因为他妈在拿手机在拍 就看他妈 看着看着 然后他看这盒子 他突然看这盒子 拍摄了整个 他第一次看见颜色时的反应 那孩子就那么大嘛 然后他就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从来没想过颜色是这么漂亮的 颜色是这么漂亮 在停车场的这个停车场呢 就那马路牙子边上长那个小黄花 就像那个狗语波草似的 狗语波草 长的小黄花 他就慢慢的跑 他就跑那个黄花那儿 就慢慢的用手扶那个黄花 哎呀他说太美了 就这么一段故事 然后就 那电视台呢拍这个节目呢 他就是直接采访这个孩子跟母亲 哎有这么一段 那里面做母亲的跟那主持人那里 我看俩人感动的 要落泪了 因为那个孩子本身表现出来很单纯 他就讲了一个他从来没想过 他从来没有意识过颜色是这么好看 那我个人看的看起来也相当感动的 我个人的想我个人的看点呢 就是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中国人而言 大多数人生活在真正没有信仰的概念 今天很多人 是一个类似的概念 他是等同的 他只不过是 用人的语言在描绘人的灵魂 站在人的角度来讲去形容 对吧 去形容 就像你站在手心 如果你是手心 你要有坚定的信念 信任 相信自己有手背 尽管我从来没见过他 这个道理就最简单了 对不对 而手背 当什么时候手背意识到手心 什么时候手心意识到手背存在 你手背磋伤了 手弯不过来了 你意识到你的手背 对你的手心 手心的任何技能 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样的道理咯 当你否认自己手背的存在的时候 其实它真实依然在存在 可是人的观点 你只站在手心的角度的时候 你的观点和看法 是一个百分之五十的巨大的缺失 完全是片面 完全是自我的 你自然就是伤害别人的 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生命的另外一面 都是伤害的 为了获得你的利益 而你的利益在获得的 在获夺的过程中 手心在抓铁的过程中 你完全无视手背的存在 而你做人的道理 完全无视自己灵魂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是个欲望的动物 哈 你就是个欲望的动物 所以 这是当时给我感触蛮深刻的 我讲这些概念 就是说 一个孩子 当他戴上一个眼镜的时候 他看到了同样的生命 同样的环境 他看到了是完全另外一个景色 我们一个人 当你承认自己的灵魂 当你用自己的灵魂去看待你眼前的一切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全新的世界 而在我的角度来讲 其实佛家讲的 佛家讲的开智开慧就是这个含义 佛家讲的开智开慧就是这个含义 智慧真正形容的是修行的人 信仰的人 聪明形容的是利益中的人 啊 形容的利益中的人 对吧 这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有趣的 他的智慧跟智慧跟慈悲 往往是等同在一起的 智慧和慈悲 往往在中国的文化中 去修行 去形容那些得到的修行者 他的最大的特点 他不去伤及生命 他是爱惜生命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任何付出不求所得 他任何付出不求所得 他欣赏自己的生命过程 他接受自己遇到的一切 他根本不去试图改变他 因为他遇到的一切 是他生命的福分 当你试图改变他的时候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人 你要把对方改造成像自己一样 自己所认可的东西的时候 是你的缺失 不是对方的物质 因为一旦你周围的一切 被改变成你理想化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的存在没有任何含义了 你的生命是乏味的 空洞的乏味的 围绕今天习近平宣传的一切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能够看到的 那在段子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觉得是有这个成 有这个内涵段子有这个成分在其中 而这个成分里面 有这个成分在其中的原因呢 它是一个 它是表现出另外一面 大家记得你知道 对老百姓 对普通人 很经常原来在政法委体系中 打压的一句话就是参与政治 参与政治 参与政治这个词呢 那当初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时候 就用的比较多 在这么多年里很多人说 那你们练功就练功吧 你干嘛参与政治 内涵段子 你说他要不要参与政治 对吧 我记得我原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说过计划生育 你上头有个哥哥 下头有个妹妹 或者你自己 对吧 你妈怀了 那政策要给你咔嚓了 你招她惹她了 你是不是参与政治了 我不开玩笑啊 我说计划生育政策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 你生出来不该生你生出来 你违宪你 违反宪法你 我开玩笑 不开玩笑 你哥哥你妹妹给咔嚓了 那是遵守宪法 还想过 没跟你说吗 我说现在 在习近平这次修宪的时候 有人还拿 老拿着1982年说事 你要拿着1982年说事 那现在是2018年 我算不出多少数 二三十岁的 小样子你是违宪出来的 你还讲那个宪法对了 当初对的时候咔嚓了 你就完了 多邪恶 邪恶就邪恶在于 你已经是漏网之鱼了 你知道那宪法就是邪恶的 你今天还去崇尚那个宪法 为了满足你现在的利益 把中国人没跟你说吗 当你成为高级动物的时候 想叫你是人都太难了 因为你自身对你自在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虐杀 那可都不是一般人能下的手的 也不是一般驴跟动物能下的手的 不开玩笑 那这个内涵段子呢 段友们呢 他在全国范围内干起来了 滴滴滴 这也成为他们的暗语了 影响蛮大 确实影响蛮大 那同时间呢 说这个 德云社 郭德纲的这个 全给封杀了 这个消息到现在没有一个最终的证实 看起来是那样的 然后大家在推特上引用郭德纲的说法 就是 一开始用刀抢劫 后来给抓了 判了五年 然后后来用枪抢劫 又给抓住了 判了十年 想想改了 改成镰刀斧头进行抢劫了 结果前头十五年成党龄了 成党龄了 大家开玩笑 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 抢劫犯 十大元帅 十大元帅就这么来的 那 内涵断的这个事情呢 我个人的看点就是说 被参与政治 我刚才讲了 很典型的就是 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讲清真相当中 被很多人斥为叫政治行为 我的说法呢 谁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 香河老太太早上鸡窝 你笨蛋你 刚才我刚才讲了 八十年宪法定了 有着计划生育的概念 很多人在这个年 很多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呢 你今天出生了 你是违反当年的宪法了 你能否出生都是政治 还参与政治的 我提这条 我提这条是因为 内涵段子里面的很多人 他就是现实环境中 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中 一种 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乐趣 有手机 家里条件 生活条件好 很多开车的 对吧 开跑车开这车的 而自己呢 在他的生命特点中 在他的这个生活的概念中呢 总想出头拍视频嘛 我昨天节目中我还说 我说我真想不到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愿意露脸 然后我个人就天天露脸 我记得有期节目 原来我说过 我说那个 我说那手机呀 iPhone现在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一台好的摄像机 一两三万三五万 一台摄像机 你现在不用摄像机 就用现在的索尼的好的相机 七八千 机身七八千 你要加配上一套镜头 万八千的 能拍个差不多的 八九千美金 能拍个差不多的 现在我跟大家说 我说iPhone 绝对跟他有的一比 把这行业会顶了 有些朋友不太喜欢 我说这个 我个人觉得 顶尖专业的人 他是少数 普遍使用的人是多数 对不对 那普遍使用的人是多数的时候 当普遍使用的人 当他使用这样 这样设计 这个手机的拍摄功能的时候 他已经把原来很高深的摄影技术和摄影技巧 全都化解在他的软体中 就剩这个人有没有算死了拍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所谓内涵段子里面 都是里面表 他用了内涵二字 就是在表现他里面的故事 他用他的镜头 用他的闪画 用他的阴暗 用他的布局 表现他的故事 对不对 而人呢 当人们在只剩下欲望的时候呢 欲望就是要表达 就是要满足 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基础上 出现了内涵段子 有技术条件的许可 有基本经济环境的许可 同时有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生命灌输成无神论 把今天每一个年轻人 都变成了一种极其张扬 诱惑和自我 在推特上很多年轻的女孩子 很年轻 对吧 脱衣服穿衣服 就拿这个嘴就没完了 嘎嘎嘎就那样 他就是 他就剩这个了 有朋友说担忧 这是这个生命 这是个环境了 这是这个大环境了 那内涵段子 就是又恰恰在 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基础上 使得整代的年轻人 00后90后 整代的年轻人 有机会有条件 把自己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只要有个iphone 有个智能手机 就可以能够 表现自己的 要表现的东西 所以才出现了如此蓬勃的景色 其实他本身的存在 是人堕落的一种表现 在我眼睛里有着相当堕落的表现 但同时呢 他又产生一个概念 就是他让人们有一种 让这批人 有时间去打发自己闲暇的时间 有时间打发自己闲暇的时间 而且他是一个宣泄的 内心的宣泄的渠道 管道 因为有人欣赏他的表演 无论他表演什么 有人欣赏他的表演 所以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他起着稳定社会的一个作用 那一大批人呢 他的注册 今日仇条啊 内涵断的1.2亿啊 那活跃人士 相当活跃的账号有两千万个 活跃的账号就是有留言 有视频有这些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我认为他主要封杀的 还是新闻 冲着今日头条 冲着今日头条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跟今天当官的主政者有关 就是我昨天节目讲了 我认为他后面有很大的事情要拿出来 这又不让人讨论 他不敢接受讨论 他承受不了社会的讨论 承受不了社会 但是呢 内涵段子的处理手法 基本上是蔡奇的 基本上是蔡奇的清除低端人口 清除低端人口 而这种清除低端人口呢 在正好迎合了内涵段子里面 它的评价 据说叫三低人口 低收入低年龄 低收入低年龄 还叫低什么 低的社会层面大概是 社会阶层 所以被那些精英人看不起 那被精英人看不起 那跟北京城的清理3D人口 低端人口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些都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撕裂 这个社会的非人性的表现 真的 纽约时报跟法国媒体都有报道 我们对等的说了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精子库 北京的精子库要信党 要信党的宣传 所以精子库 内涵段子 他们都要跟着党 社会价值观走 在这点上 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了共产党的生命邪恶 荒谬 鸣笛 滴滴滴滴 这是内涵段子里面 段友们在全国各地抗议的做法 那文章里呢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就比较长了 他说内涵段子被关闭 原因就是低俗效果跟视频 以及呢 这款应用的软体呢 帮助用户制作滑稽的音乐视频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抖音 那目前呢都被封杀了 人们提到该平台拥有自己的雅文化 和隐晦的用语的紧密的用户群 是否激怒了当局 而中共历来会镇压那些 在自己管辖管控范围之外 试图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群体 从某种程度上呢 这一次的广电总局的做法 是把一群 本来稳定的社会人群激怒了 本来不操不关心政治 本来不会冲击到今天中共政权本身的人 同样给调动起来了 看我觉得是起了一个完全反的作用 天王盖地虎小金盾蘑菇 哎 我觉得蛮滑稽的 天王盖地虎 文革的语言 小金盾蘑菇 东北的一道名菜 啊 东北的一道名菜 文革的语言 东北的一道名菜 对称成为了现代的说法 不就讲今天的中国社会 今天的中国社会 共产党现在采取的一套 纯粹是文革的地方的那种 邪恶的势力 黄鹅 网上有个视频 有一哥们儿车后的调织黄鹅 黄鹅讲的是共产党啊 这些应用粉丝 本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联系 他们只不过有着自己的嗜好 那但是在这个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背景之下呢 在共产党的封杀他们的外力之下 三天前他们却成为一体的了 而里面有很多人是有钱的 孩子们开着跑车 开着各种好车来拍出他的视频 用他的技术 他说以此同时 那这个团体当中呢 还有一些善良举动 主要是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那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寻求 人际关系和社交群体的场所 而当他被封杀之后呢 同样杀掉了很多需要帮助 和愿意展现自己善良一面的 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跟在我以为广建总局相当菜奇 那这一次的做法就是清理低端人口 把一个本本来很稳定的社会群体给激怒了 我跟大家讲了 我说那如果那个群体里面很多黄色的东西 很多淫荡的东西呢 这是一个整体社会造成的 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 他的无神论的教育造成的 他不在这出现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的 在中国社会到处都是这个 对吧到处都是这个 23岁的刘伟说 非常难过 我和我的朋友聊着聊都聊哭了 他说我在上海生活 我用他已经用了五年多了 我就像兄弟一样突然就没了 等于兄弟死了 内涵段子和抖音 那已经成 他们的公司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 初创公司之一 但是呢死了 他们的创始人说 张一鸣说 没有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极端邪恶的说法 你会是吧 有另外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就叫做 北京精子库要捐精者必须爱党爱国 要捐精的人必须爱党爱国 影响到他的小虫子 我问你说习近平的小虫子爱党爱国吗 不开玩笑了 啊 这是 这可不仅是叫混球混蛋逻辑了 这是连驴都不是了 啊 这是连驴都不是了 我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说你今天现在吃个豆子 过一会儿你是放屁是打嗝你不知道 对不对 怎么可能 让捐精的人 捐精子的人要爱党爱国了 这叫协同论 这不就叫协同论吗 这不是被共产党唾弃的吗 那跟这一例他说的 他做个软体 你人家做出东西来说缺少社会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们家孙子生出来是核心价值观吗 在毫无节制的 毫无理 毫无干 就是没有基本理念的 在侮辱着每一个今天活着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 张一鸣这么说 同样是对自己侮辱 但他要生存的 对吧 我们作为一家18大后快速发展起来的创业公司 深知公司的快速发展是伟大时代给予的机会 他提到18大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那一年 我感恩这个时代 感恩开放改革历史机遇 感恩国家对于科技产品发展的扶持 非常悲剧 国家向你提供时代 国家向你提供机会 那是今天当政者必须尽的责任 而不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去感恩他 对自己的侮辱 对自己的侮辱 那是国家的责任 你不是一个监狱 而这就是最邪恶的 这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你记住那是应尽的责任 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他应尽的责任 当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可以不拿工资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美国总统多少钱 有他法律规定的 但是当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必须为美国人来创造尊严 维护他们的尊严 创造他们生活的机会 怎么会反过来去感恩呢 感恩政权呢 对吧 国家广电总级 对这样对纽约时报的查询 没有回复 没有任何回复 那纽约时报查过了审查命令 那中共当局近日做出的决定就是 要求新闻媒体封锁有关粉丝的聚会的消息 凡是与内涵段子的粉丝有关的 反抗都会被勒令清理 媒体也被告知 要对攻击媒体监管机构或抗议活动的照片 视频文章进行审查 这是向幽默和乐趣宣战 是向人宣战 是向人宣战 这是国际特色组织在香港的顾问 这个人叫罗祝华 他来评价的 唯一允许的就是符合官方宣传的信息的事情 中国梦和一带一路 所以 中国梦就变得邪恶了 一带一路也变得邪恶了 网络镇压在中国并不新鲜 但这一次更加标明了一个概念 在网络上不会有太多东西抢走人们 对政府关注的 他是英文说的嘛 他说我觉得他们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来通过媒体主动塑造人们的思想 他们不允许有这样的竞争 所以这就是邪恶 思想塑造新思想 但人的灵魂是与生俱来的 对吧 人的灵魂是与生俱来的 关掉内涵段子 习近平捅了马蜂窝 这是法广的 是 他是把那些人当成了这个 就是自然给推到对立面 一个不参与政治的人去变成了政治 变成了政治 以低俗之名 把今日头条的搞笑软件内涵段子关了 那造成许许多多的断誉 很多都是年轻人 来到北京的广电总局门前 在长安街上抗议 滴滴滴 滴滴滴 这是完全没想到的 那住在北京的人说 晚间内涵段子段友们的气笛声响彻了北京上空 刷爆了网络 这是一群不玩政治 讨厌政治 享受的一代 玩电子软件长大的一代 现实可以不管 他只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中 你却不让他虚拟 等于是要了他的命 是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笨蛋的做法 你为的是 他为的是社会稳定 那广电总局要做到的 如果要这个命令是来自于王沪宁的 或者来自于习近平的 他要做到的是为了求得社会稳定 而这一群人根本跟那没有关系 当你被封杀他的时候 手楼单炸毛坑里 封掉的是平台 打不掉的是人心 那这种话就 其实他原来也没有什么人心不人心的 他原来没在乎 是你把他的人心唤醒了 人心是把他的人心唤醒了 知道共产党魔鬼 另外一个网友 内涵断子一关 我灵魂世界消失一半的快乐 再也不能刷断子了 那有点难过 滴滴滴 所以他这里提到了灵魂 对吧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那精神上的寄托 就像朋友讲说 里面充实了阴邪黄色的东西 因为这是被无神论教育 进化论教育之后 出现现在的场面 现在的生命认识了基础的场面 那他就把那东西当成 当他陷落在其中的时候 这么讲吧 就像吸大马 跟吸毒差不多 他把满足欲望和在欲望中循环作乐 当成自己生命的基础 那东西根本就出不来 根本就出不来 滴滴滴 月流量2000万 这是他们的抗议 是他们的愤怒 同样是他们的联络暗号 暗号不变 江湖再见 滴滴滴 内涵段子不死 段友不散 滴滴滴 此生无悔如断门 所以这是件很诡异很怪异 但又有很具有启迪性的事情 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被中共无神论的教育软化 摧毁生命认识之后 他们陷落在自己的一个虚拟的 但是又有他真正生命追寻的 一个自我循环的环境中 而中共为了自己的稳定 把一个本来稳定的环境完全一举打破 成为了他的敌人 成为了敌人 让那些人有机会重新反思 他不会反思自己 他会反思共产党的邪恶 这里的讲的一切其实是这个 失去了患得患失的网络平台 登上了波澜壮阔的人生舞台 江湖犹在暗号未改 滴滴滴 那就要到外头真刀石枪玩命了 干活了哈 段子手依靠网络文化构建符号 让人耳目一新 滴滴两下就动员起来了 那瞬间成为了社会 民间抗争的力量 很少见 确实是 我也觉得很少见 没跟你说 这个概念基本就是清理低端人口在线 广电总局相当于蔡奇 段友相当于低端人口 从而出现了巨大的政治事件 中国社会的政治事件 建荣这是网上一个账 推特上一个账号 用喇叭向广电总局说不 前所未有 90后00后 中国首个拥有汽车的抗议年代 他们至少衣食无忧 那喜欢段子形成巨大段友 也是被剥夺了 也是因为被剥夺了低俗的权力 以新的方式表达 他们从不过问政治讨厌政治 但他们却成为了政治的侵害者 他们成为了政治的新人类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就是习近平树立了新的政治敌人 全新的政治敌人 他们敢作为是因为 他们被中共封杀掉八九六四的一代 他们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天安门广场事件 他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杀人的过程 他们什么都不相信 因为他们不感性政治 但是今天他成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你杀不杀他 而因为你的封杀 他对共产党的邪恶没有认识 所以他今天什么都敢干 他什么都敢干 他没经历过文革 不知道八九六四 他没有信仰 不懂得对法轮功侮辱虐杀的伤害性 他们认为有钱买器官是很正常的 器官哪来的不关我的事 这都是今天中共教育的结果 灌输的结果 那今天他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惧怕 没有任何惧怕 胡平 习近平不喜欢老百姓低俗 强迫老百姓男女老幼要高大上 这是极权主义的特点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特点 这是灭绝人性的做法 对吧 我刚才说了 捐精者要爱党爱国 我想问 习近平的小虫子爱党爱国吗 王沪宁的精子爱党爱国吗 开玩笑 这就是他最荒谬的 就跟现在你要求掉 没有跟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 这是真正灭绝人性 灭到你小虫子身上了 当年布拉格流行一个歌曲 大概的意思 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 害怕年轻人的思想 害怕墓地的鲜花 怕工人怕教堂 怕所有快乐的时光 怕电影怕画家 怕音乐家 怕石块怕雕塑 怕电台怕技术 怕信息流通 怕所有的波长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是这么回事 广电总局捅了马蜂窝 那这批断友是玩电油玩 长大的 在虚拟世界里打打杀杀 现在玩真的够刺激 那这是年轻人被剥夺自由之后的自然反应 那自然反应 中共的做法 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这数量有多大 但是它变据在中国社会的发达的城镇地区 玩这些人的人 它肯定不是拿着馒头爬山梁上学的人 对不对 它是开着跑车 玩着女人 玩着男人 那么这批人 就是它是在一个欲望中放纵的人 你给它拿绳拴上了 用社会主义价值观 你给它拴上了 用社会主义价值观给它拴上了 那头说捐精子要爱党爱国 我就问你王沪宁 那小虫子 你能保证它爱党爱国吗 这是个问题嘞 这是它的龌龊 这本身就可以成为断子 当局为什么要禁止它 有人认为 断子成规模了 每个月两千多万 那一个滴滴滴 它们就具有凝聚力了 这个惹不起 那存在着海量的断友群 有线下活动 他们经常联络 他们有着很深的共同的嗜好 可能吧 就一句话 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 其实他们的共同的理想 不是不参与政治 他们的共同的理想 有着他们自己生命的属性 结果呢 共产党却以这个概念呢 把它完整的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张立凡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倒台前 曾经断网 导致大批不问世事的魔兽玩家 上街散步 后果大家清楚了 是 那些人根本不管这些事 但是你却断了他的 你断了他的生活 断了他的生活 那与此同时呢 我说过这期那个节目 北京精子库 我没想到这是真的 我当时跟大家讲完之后 我心里还犯嘀咕 我精子库捐精者要求爱党爱国 胡说吧 结果纽约时报登着篇文章 就叫北京精子库要求捐精者爱党爱国 相当邪恶的 北京出了一个招募精子捐献者的简章 要求很严 不能秃顶不能色盲 北京大学第三精子库的明确表示 只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男性才能申请 这纽约时报挺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恢复共产党 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运动 在城市里挂满了条幅唱歌电影随处可见 现在习近平又激发出一种对党的忠诚的新考验 生殖繁衍 谁都明白他的荒谬 对吧 谁都明白他的荒谬 这篇文章直接打击习近平 他的荒谬是因为党的要求 他的荒谬是因为爱党爱国 他的荒谬来自于核心价值观 他的荒谬他放在了人的男人的精子上 你习近平行吗 他是北京大学的 我觉得这就是反衬过来他的邪恶了 政治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还那么神定吧 他要是人才怪 习近平能否保证他的小虫子 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 你的小虫子是归于中国共产党吗 他宣誓了吗 你宣过世之后 你就能保证你的小虫子也跟宣誓一样 还没听说这么个连带关系来 好 后来在社交媒体中 广受嘲讽的简章被删了 爱国爱党从精子抓起 品行端正无任何政治问题 捐精者品行端正无任何政治问题 什么叫品行端正 什么叫品行端正 爱党爱国是吗 那你要不要对相貌有所要求啊 都长成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那样 还是都长成王沪宁那样 你得给个样子呀 那你不给样子他怎么弄啊 还有哥们说有什么科学依据 在我眼睛里很简单 这是疯了 习近平上台后 官员们频频谈到年轻一代中 要灌输红色基因的必要性 所以我只能说完全就不是人了 这些东西都不是人的概念 很多人还在评价什么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什么被奇怪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共产党要越来越主导中国政治 主导你生孩子 主导男人的小虫 那你女人的那块地呢 对不对 谁写这东西 谁导致这东西 你妈怎么办呢 你媳妇呢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就非常邪恶的东西 就连胡锡进都说这则简则太荒谬了 我个人觉得也谈不上荒谬了 大的环境 今天中共体制的环境 把人们压缩成这个层面 把人们不知道怎么在现实环境中不犯错误 这是王沪宁一手造 王沪宁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中 一手造成的这种氛围 这个环境这个氛围 所以这个环境和氛围 我们只能说它不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环境 但是人们被挤压的人 他是无神论的 他只在利益上 他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 他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办 因为没有人给他一个标准 他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爱党爱国 你给我画一条线什么叫爱党爱国 你敢说出这句话 你就是反党反国的 所以他只能猜 因为你敢问领导 你就在难为领导 因为领导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只能问习近平一个人 习近平这边也讲 那边也讲 讲半天你问他是什么样 没人知道他要干嘛 对不对 一群单官的在家猜 你知道王沪宁也是猜 习近平跟王沪宁说去上那边放个屁去 他坐这想了 是想屁还是蔫屁 想度有多想多少分贝 是从高调到低调从低调到高调 还是中间走一个S行 这就是王沪宁的工作 如果王沪宁这么干了 你知道下边那人该怎么干呢 他就没目标 他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他会说 我从来没记过放个屁什么样 没想过 对吧 我昨天倒是在被窝里蒙上头睡觉 放个屁给我熏的 找不着被头出不来了 憋死我 糟蹋人呐 所以今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糟蹋人的年代 捐精子 内涵段子 就是糟蹋人 而这个人糟蹋人的基础 你可以看到 共产党在无神论的框架下 对人性的灭绝 灭绝和斩杀 我觉得是这点 周末愉快 至少 中文字兑 本集大 中文字兑 好像 真是 一次 在门下 会 就 还